人杆的前置如何进化至今 八三 2015年的八三 2015年版本的八三 然后他直接去改 我要自己改 改改改改改改 每次来 他跟你打打他 好大啊 我刚那么细 你知道吗 一开始其实我还蛮抗拒的 我这么抗拒干了 你拿这么细的给我打 然后经过几次 后来他越改越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前面改了好几次了 我记得 后来我就真的去试试看 因为有一些声音跟我们问说 能不能再做细节 再做细节 但是我又心里面又放不下 我就觉得我做大佛干 大佛干 头部就是要大 后来我就折中了一下 我就做了一个85 85前接 然后变成说 介于当时成江泰 那个跟八三中间 可能是我自己还犹豫不得 就变成有一段时间 就是出85的方式 那85也不错 就是还没到CQ那个感觉 CQ其实它的力量传说是很完美 就是你会发现你巴黎一打 释放的最短净的一个人 那八三呢 因为它长度再长一点 那它走的追度 有一段平的位置 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呢 它会带一点弹性 比较年轻感 不是粗细而已 你在CQ上面 就会反映你的不败很直接 然后在八三上面 你会觉得 还有一些大佛干的感觉 但是它让点已经比较大佛干小很多了 还有在描球的时候 有些人习惯就是要出步 还有仙脚长的 有些人不喜欢短仙脚 有些人喜欢长仙脚 那八三仙脚比较长 八三的话 它技球的 心理层面的定性 会比较安全 如果你原本就用大佛干了 你在中式上面 你要追分 你要追久 八三的那个干法 是比较跟你的移植会比较接近 那你用小头干的 你用没有太大的 用CQ就很OK 你原本用小头干追分 你用CQ就 它只会比你小的跑更多 但是你用大头干的人 你所有人用CQ在校位 你那个回馈给你的感觉 开始会有点多长 就是它白快了 所以你到底要想多少 有时候不太长 但是那个一个过渡期 过了就好 我们标配本来就八三跟CQ 所以其实你又不是买一个前接 你至于这个性能有什么差别 你自己每天就是换成打 一个月你都能讲的比我太多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